近期二屋的液体持续的延烧 钢铁的旺季即将到来 而且钢铁下游回补的库存 再加上后伴随着基本面是逐渐转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后 涨价的效应是持续的延伸 那又有哪些公司体质是不错的 有机会受贿的 想了解吗 看节目啰 大家好我是颜希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稀奇古怪 这里来帮大家追追钢铁后续的产业前景 目前到现在为止 你可以看到国际上纷纷扰扰的事件是吵不停 尤其是俄乌打得没完没了 但是我常讲我们还是得自力自强 不断要帮大家找出未来的商机 要了解到俄罗斯跟乌克兰 这两国皆是产钢的大国 每年的钢材出口是超过4000万吨 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那主要它是出口向欧洲的地区 目前已经进入停产 所以欧洲只能寻求替代来源 钢铁试矿后就告诉大家是严重的 供需失衡这个状况 所以你看到钢铁的报价这里是持续上涨 又伴随着近期的原物料成本持续高涨 所以近期中钢它已经先公布第二季的内销盘价 各种的钢价每公吨上涨1500-2400元 周宏也同时宣布4月份的内销 和5-6月份的外销盘价通通都要涨 等于热嘎和冷嘎钢品每公吨上涨大概2300左右 这里给大家一个小总结 就是告诉大家钢品几乎所有的品项都要涨价 这样了解 好的那我们看到中钢第一季 营运展望是非常的好 主要是受惠到像北京 中澳针对钢铁现产 这会支撑钢价 而且3月春节的假期 像因素其实已经消散了 所以近日中钢开出3月的刺杂极品 它的价格是领先一极品走洋的 预示后现在告诉你钢市的景气是延续的 在报价谷底走洋的状况下 市场预期中钢第一季的营运维持高档 预估它的第一季1PS至少1块 第一季的营收有机会挑战历史的同期新高 而且中钢在2月25号的公布 今年将配发3.1块的现金鼓励 这个配息率高达77% 它很大方 现金鼓励已经创近10年来的新高 这里我们常讲中钢 它是被纪念品耽误的公司 如果你是中钢的股东 你就知道他以前他每一年送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实用 而且是大家排队在枪 好的那题外话我们再讲回来 所以以中钢的股价计算后 目前股价计算 值利率约大概8% 具有高值利率的题材 受惠到全球的钢铁产业结构转家 所以高钢价后 渴望支撑中钢今年的获利维持高档 那喜欢配股配息的好朋友 就可以参考中钢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中鸿 他三月的钢品出货是非常的旺 而且会达到规划目标20万公顿 月增进三成 而且随着像钢价大涨 至于四月接单的部分 中鸿已经先告诉你了 我的内外销接单的目标 一样是朝20万公顿挺进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 因为内销的需求是逐渐的转强 所以为了供应向下游的客户需求 他已经要调整内外销的比重 内销的比重他要调高为60% 希望能满足下游的需求 好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周鸿去年的业绩是非常的亮眼 税后净利达到63.5亿元 EPS为4.42 今年上半年他的展望也非常的乐观 尤其是你看到法人近期的买超后 股价已经走出新波段 新高来到48.8 这个叫打出半年的大敌 形态漂亮加上营运动能是转强的 所以成为大家功手有据的标底 那再来大成钢 那大成钢大家都知道旗下有大国钢 那如果你看过延熙之前介绍的钢铁人 你就知道大成钢跟大国钢的关系 好的大国钢他汽车履涅报价是持续的强涨 加上美国持续推动基础建设 所以电动车的题材 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 预计大成钢今年首季的营运将优于去年的第四季 大家要知道第一季优于第四季是很厉害的财报 再加上后大成钢先前公告赤资 大概花了6.22亿元 他取得泰国电炉厂泰宇钢铁38.43%的股权 他等于成为最大的股东 那泰宇他年产将近60万吨 主要是生产像小钢胚跟钢筋 年营收约新台币50到60亿元 所以大成钢将以业外任列权益法投资收入 所以你现在看到大成钢 他布局泰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泰国 为东南亚唯一没有被美国克征到钢铁的反寝销税的国家 那如果大成钢能取得钢筋的进口原料到美国去销售 这是不是就增加了产品线的广度 而且提升在美国的市占率 增加在美国的竞争力加上今年明年他又有新产线要开出 全年的获利有机会挑战7块 又加上本益比很低 题材又保护 股价站稳月线是非常非常有机会上工的 大家可以注意 好的节目最后呢 颜希也告诉大家 我持续是帮大家追产业的前景 让大家在股市里可以轻松了解后 公司未来的营运方向 那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节目 节目最后记得鼓励颜希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哦 那如果想要每天看到颜希记得最后帮我加赖 上面每天我都会陪你看盘哦 那节目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